想要看家中的小朋友坐上主播台的专业模样吗 东森美洲电视台在北美地区举办的 悠悠小主播选拔赛现在已经正式开跑 也欢迎有兴趣的小朋友们赶快来报名参加 欢迎你收看东森儿童新闻 我是小小主播张欣慧 坐上主播台博报新闻 小朋友不仅价是十足而且还有模有样 透过悠悠小主播选拔活动 不仅能帮助小朋友增加自信心 还可以训练思考模式 因为我觉得小朋友可以练习中文 然后还可以上镜头 所以可以让自己很有自信 然后训练他的胆量 如果可以从小接触的话 你就懂得怎么样去跟别人交谈 然后问事情 或是怎么样把你要表达的东西告诉别人 为了让更多小朋友能够体验新闻播报的趣味性 今日起东森美洲台 全新的悠悠小主播选拔赛也正式开跑 小朋友你们只要呢 请爸爸妈妈帮你拍下 30秒到60秒的自我介绍的影片 然后呢上传到YouTube 把这个连结呢 传到这个小小主播你的官网 然后就可以报名成功啦 那当然有机会呢 也可以晋级到复赛 就真的有机会可以来到这边来播新闻 然后呢 就是体验这样上镜头的感觉 鼓励美国华人家庭 永远上网报名外 6月3号周六还带小朋友到蒙特利公园市 参加由世界日报主办的欢乐亲子展现场报名 让家中的小宝贝也有机会坐上主播台 东森新闻魏宽 罗瑞玲在洛杉矶采访报道